每天都要来一杯冰拿铁 可是我们今天没有喝拿铁 对啊 我以为你前面放了一个啤酒 这个是之前小姨寄过来的金色山脉的啤酒 我们今天也没有工商时间啊 我刚才也在想说今天又没有工商时间 你干嘛特别讲出来 没有因为现在时间已经很晚了 现在时间是晚上的12点43分 我们再录下一节的podcast 我可以稍微抗议一下吗 为什么你都要把工作时间带入你的工作时间 什么叫把我的工作时间带入我的工作时间 就是把我们的工作时间 哦没有啊 就是你平常的工作时间来用 因为你今天就是 你可以早点录吗 因为你今天玩游戏玩太久了 好吧我们继续 好吧那我们来进入 今天的podcast欢迎大家收听爱尔文 这个礼拜是清明儿童节廉价 所以先祝大家 通常讲清明廉价啦 好像没有人家的清明儿童节 听起来怪怪的 因为他不是因为每一次会廉价 就是因为儿童节跟清明节在一起 是啦可是我好像没有听人家这样讲过 那有在祝人家清明节快乐的吗 我会祝你清明节快乐啦 你是有多想要我死 好我们这个礼拜有什么计划呢 我们这礼拜在家居家隔离啊 对 其实我原本以为 解释清楚 我们不是真的居家隔离 哦 我们只是在家里 然后没有出门去 所以我们自称为居家隔离 对因为现在疫情比较严重 就尽量不要往外跑 对 但是我原本也以为 大家都会这么做 因为像我们这几天 这两天啦 就是今天是房价的第一天嘛 我们刚刚出去吃晚餐的时候 在永和这一边 基本上没有什么人在路上耶 真的很冷清 很多店都没什么人 对 晚上我们算比较晚吃晚餐 八点多 我们九点半出来的时候 好像过年的那种晚上 有可能比那时候还冷清 我们刚才吃饭的时候只有两桌耶 对 我真的觉得有一点吓到 但是你上个礼拜 前几天的时候 你是不是有去西门 对 因为我帮我弟庆生 所以有去吃火锅 那路上的状况怎么样 我很久没看到西门町 那么冷清的 因为过年的时候 西门町反而很热闹 而且知道就会有很多游客 观光客 可是现在西门町主要是 还是游客跟观光局多嘛 对 这都没有耶 但是在脸书上面有看到就是 两样情 听说墾丁很多人是不是 对 墾丁跟花东非常多人 因为花东它是现在目前是 没有感染者嘛 我不太清楚 我没有注意到各个现实 它好像确诊者是零啦 所以就是大家都往花东跑 我记得它的住宿 客满率好像是八成吧 这么高哦 对啊 疫情期间有八成满 是蛮高的耶 对啊 就是说一房难求 我想可能是因为大部分人都不能出国 所以想说就在国内旅游这样子 对所以墾丁啊 花东啊就变得非常的热门 但我还是不得不提醒一下大家 其实现在的疫情真的还没有过去 对还是其实还是非常的严重 所以我们现在也有公布一些社交距离啊 所以在户外要距离一公尺 你说像我们今天早上去逛Costco的时候 你跟我之间的距离要距离一公尺 没有 他是说 他应该是说就是如果你没有戴口罩的话啦 嗯 就在社交距离就尽量保持人一公尺 他现在也是取向建议 建议 对他没有法子 捷运那个已经开始强制了吗 捷运好像是从4月4号至4月9号吧 哦 开始就是只要你要上捷运 他4月1号开始实施的是火车跟高铁那些而已 哦 OK 所以接下来要上捷运的话也都要戴口罩了 对对对对对 你知道最可怕的是哪里吗 哪里 现在疫情确诊人数最高的国家 美国 对 美国竟然已经破20万人了 哦 他的上升速度是蛮令我压抑的啦 我不知道是他们就是检验的太快啊 还是怎么样 但我真的觉得这个数字有吓到我 之前的时候还没有什么人没有什么人 然后现在突然间一蹦就蹦到二十几万 二十万个人以上确诊 然后呢 更重要的我们需要关心的一个议题就是 他们不是都会领那个失业金的人数吗 失业救济金哦 对 上上走哦 看到的时候我原本已经看出 哇怎么会这么多 上上走的人数是二十八点一万 已经算是听起来蛮蛮吓人的了 对不对 结果上个礼拜 直接来到三百二十八万 你说从几万跌到三百万 二十八点一万到三百二十八万 十多倍这样翻上来 对 而且你要想看哦 在2009年经济萧条那个时候 他们领这个救济金的人数也在六十六点五万人 哦 那这蛮可怕的 就那个时候不是股票大跌啊 什么什么一大度的那些事情吗 那个时候才六十六点五万人耶 史上最高的话也是1982年的六十九点五万人 结果这还不是最可怕的 最可怕的事情是这一个礼拜 就是本周最新公布的数据 已经到六百六十五万人 这真的是很夸张的一个数据 嗯 真的是蛮扯的 就算他们的救国 救国基金就是拨了二点二十兆美金下来 可是我觉得还是非常的恐怖 因为这会连带的影响太多太多的事情 你想看哦 这么多人缺钱用 就会消费减少 然后就影响所有的业者 然后连带效益就是哦 没有什么人花钱 啊其他就算是有钱的人 也会想说哦省着点花 然后影响美国了之后 就是接着影响全球 嗯 比较清晰的是台湾目前没有到这么严重了 但是当然相对有些会被他们影响到啊 然后美国还不止这样子 在这几天 美国他们也抵抗不了原油的价格战 美国的页岩油公司宣布破产 我真的觉得美国现在好衰哦 不是我们带赛吧 我们原本要去美国玩 还要再提是不是 我们已经 我们现在才录制第六集的Podcast 已经提了三四次了 因为原本就有这个计划吧 对反正不管怎么样 现在已经四月份了 其实原本在刚开始 从大陆那里爆发出来的时候 有人也预计说 也许回到三月底就会结束了 结果没有现在四月份了 四月已经开始了 结果美国那里还是越来越严重 而且新加坡接下来 也要开始实施就是 关闭非必要场所一个月的时间 所以请大家还是不要掉以轻心 还是要保重 对台湾现在其实算是防疫的 算是非常的不错 但是大家还是要小心 当然我们还是希望台湾可以守得住 可是这也要靠大家一起来努力 对因为其实这个礼拜 我们其实也算是上升了非常多了 就到三百多个了嘛 对没错 对啊但还是大家还是要警惕一点 OK好那我们就进入今天的主题 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行销话术 怎么会突然想要聊这个 因为最近不是台湾也在限购口罩吗 然后我就在网路上面看到一个 非常非常有趣的图片 我是没有什么感觉啦 当初听到这个政策的时候 就是三个口罩15块 然后运费7块钱 这是原本的吗 对这个是最原始的 一推出来的时候 大家 你是不是有买到 我后来是用网路预购的 因为不用排队 也是22块 对啊 三片嘛 对啊 对那个时候一开始出来就是这样子 三个15块运费7块钱 就有人讲说 怎么那么贵运费 后来他们就改口说 三个22块免运费 听起来就比较划算嘛 所以重点只是在后面免运费三个字 对啊 可是你身为一个消费者 你没有一个自主的分析吗 就是这两个东西是一样的 我不会被骗啦 只是就是 有很多人就是看到免运费就先高潮啦 就是行销的话数嘛 听起来Kimochi就整个不一样 后面还有更夸张的 后来就我不知道是别人讲的还是怎么样 就是我看到我们的图片下面还有两个就是 三个30块 然后你输入折扣码 立刻彻底8块钱 就一样还是22块啊 而且你还要多做一个折扣码的动作 对耶 好麻烦哦 还要点几个时候是按整个键盘 最后一个是口罩一个20块 买一送一加两元多一键 最后全部都是22块 对啊 可是听起来感觉就是不一样啊 就是整个让人家消费者Kimochi的心态上面的问题 又有买一送一又免运费 对所以我就觉得我们生活上真的是行销无处不在 我们日常买生活用品也好 还是什么光棍节啊 什么购物节啊 周年庆啊 这些行销无处不在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聊一聊行销话术 嗯哼 因为我们两个人都有加入健身房嘛 对啊 我跟你讲最常被用到的一种就是跟你的健康扯上关系的 好比如说加入健身房的会费 或者是你知道有时候健身房里面的教练们啊 就会来讲说哎要不要就是上个教练课程啊 或者是保健食品 嗯直销吗 嗯好听点的名字应该叫保健食品啊 他们他们不只卖保健食品啊 对或者跟健康有关的都会卖 对或者是我这张大脸影 其实也是跟健康两个字脱不了关系 嗯对虽然说他们的价格都会被拉到比较高 但是我跟你讲他们都会用一样的方式就是 啊林先生我跟你讲哈 我跟你讲我们这个保健食品你不要看他的单价很高哦 但是哈我跟你讲这个你除下来哈 每一天只要多少多少钱 每一天只要八块钱而已的耶 然后你的健康是无价的 你知道我现在听到这种行销方式我火都非常大 因为他们就说你只要每天少喝一杯咖啡 每天少喝一杯手摇饮料 对每天少喝一杯手摇饮料 每个礼拜少吃一次鸡排 对 你就可以怎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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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我想说我的人生没有饮料没有咖啡 周末还不给我吃鸡排你要我去死算了 可是他就是把把这些东西跟你的健康挂在一起的时候 你就觉得说哦好像很划算的样子 可是你看我就为了这些健康饮料已经没了 后来连便当也没了 后来连水果也没了 对 所以你后来就觉得你一天所有吃的东西都没了 就是有了健康但是生活没的乐趣 对 像活着有什么意义 对 这是结论吗 当然也不是这样 当然有些健康也是很重要的啦 可是我现在听到那种什么什么 你每次用什么一天少喝什么什么 你就可以干嘛干嘛干嘛 对这个是我觉得是日常生活中最常遇到的一个 包括我这张大脸仪 当初会怎么算 就是讲说 他保固十年耶 他十年我出世来 我每一天做12个小时 那我一天才多少钱 你知道这种心态上就会出来 但你就买啦 对 可是你买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吗 我买的原因是因为 就是久坐的时候希望可以维持一个正确的知识 而维持我的健康 比如说脊椎上面的健康 坐姿的健康 这个会影响到我老年的健康 你在废片的时候有分享过吗 它是一个真的功能性非常强的椅子 对对对 啊我们我先说 我们今天没有任何的工商时间 你只是客观换算下来 对对对对 所以大家还是心里要一把尺子去评估一下 那第二种最常被用到的行销说法就是 抓住消费者的那个减便宜的心态 就比如说 我跟你讲我们这个优惠啊 直到这个月底哦 就是后天就是这个月底哦 接下来就没有了哦 这都还没有用的啊 就是哎 我跟你讲我们现在那个加入健身房啊 我们现在就是免那个手续费 啊那个手续费就是要八千八百八十八元 啊我乱讲了 我只是举个案例 举例 你举例的应该是比较之前健身房 现在健身房比较没有这样子 可是现在比较常有的是电信费 他有可能就跟你说什么学生专案 我们只到这个月底哦 结果你发觉哎下个月还有哎 结果每个月都是学生专案 当然了他有可能下个月真的没有 可是你就发觉他最后一直延长 一直延长一直延长 哦对对哦电信业者真的很长这样子 对啊电信业者很长嘛 你看我们那时候学专 他好像也是说到去年底 对 就到今年都还在用 好要不然就是还有一种就是 我觉得保养品很常用的 就是我跟你讲啦 你不要去跟别人讲哦 这个你整个套装组这样子买下来 我再另外再把我那个coda送给你啦 我们那边还有一个就是试用品的 这个一整罐就这样送给你 啊你不要跟其他人讲哦 啊也不要给我们店长发现哦 就我就把我的coda给你 啊你自己吃到就好了 这个通常都是一些比较资深的贵姐会在用 对 可是其实我觉得这个对消费者而言还蛮重听的啊 我跟你讲这是相对的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很多阿姨妈妈们就会去 像我妈就会这样子就讲说 啊我买了这个两个 啊你那个可不可以送我 所以他们其实也是抓住消费者 从菜市场带到百货公司的概念 啊我这个你在送我两把虫的概念 对啊就把它带到百货公司的概念 对所以这个是减便宜的心态 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怕失去 或者是怕没有得到的心态 就是哎我跟你讲哦小姐 这衣服哦穿在你身上真的很好看呢 啊这个只剩最后一件哦 你这个size 这不是我们两个最常被行销的方式吗 没有我们两个不一样 我们不会讲说哦穿在你身上很好看 我们就觉得也还好 我们都是说这个写着你的名字 对这件衣服这个鞋子上面又写你的名字 对啊这个对我们两个还蛮有用的啊 对但是其实别人讲我们的话 就是还好要你对我说我对你说这样最有效 嗯对啦 如果是那个sales就是店里面的柜姐 为什么跟我们讲说哎这件衣服上面又写你的名字 我们都觉得他们很油条 对 要要我们两个互讲 那你之间就会瞬间就是变成豆腐怎么出这样 对因为我们通常不会坑对方通常啦 对我们是发自内心的 有时候还是想要把对方拉下水 你最常做这种事情 所以我就在网络上面看到有别人来分享 就是行销的话术通常都是建立在人类先天的八大欲望上面 哪八大欲望 怎么突然那么深啊 没有我就是想说在在在整理这些资料的时候突然间看到网络上面有别人分享 就是因为作家他分析出来 行销话术通常都是抓住人类的这八大欲望 第一个是生存欲 就是求健康求长寿啊满足生活上面的需求 然后第二个就是食欲 你看人类有多爱吃 你看你有多积极的在做五十一的这个单元你就知道了 五十一这单元很好啊 那第三个是安全感 第四个是信誉 信誉 对 就是比如说可以满足到你信誉方面的需求的时候 这也是人类的欲望之一 所以你买椅子是为了信誉 不是所有的行销都包含这八大项好不好 只是说会包含在里面 没想说你买椅子的动机那么奇怪 没有我买椅子的动机在第五项就是舒适性 然后第六项是成就感 第七项是保护欲 就是保护和照顾你自己还有你自己身边人的那种责任感 然后最后一项呢是归属感 第七个不是干化吗 自己买东西还要照顾别人 就是买东西 我买漂亮的衣服是为了照顾你 没有那你要买给我啊 没有就是让你出去有面子 你说买给你自己 让我带你出去的时候有面子吗 我觉得你真的 这是保护欲 没有我觉得你的思维真的 是这样子的意思吗 很歪耶 没有很歪啊 你的思维真的很偏差 我觉得你要去做一下人格分析 我觉得你才要去做 我觉得这很有道理啊 那最后一个归属感 它上面的举例就是 当社会大众都做什么事情的时候 或者是大家都有什么的时候 为了要有一个归属感 要有一个认同感 所以你也要有 我觉得这点我比较认同 对啊 它上面的举例就是 好比如说人家在 贩卖 环保快啊 那个一阵厨的东西的时候 想说 现在大家都很 很环保啊 很爱地球啊 什么什么的 所以啊 你要不要带一个我们的这个 你就想说 现在好像大家都在用这个 所以我也要用 就是一个风潮啦 对 但是他也许那个人 并不是发自内心的 认同环保这个东西 而是认同大家都这样子做 所以我也要这样子做 可是环保这个议题 你确要提倡 对啦 应该大部分人应该也是赞同啦 我觉得应该比较多的是一些 跟风的东西 例如健身环 就这个Switch这个游戏啊 因为你知道之前卖很夯嘛 我知道 就好像很多人在玩 就很多人就跟风也去买 可是回家以后啊 就玩一下其实就都没在玩了 好啦 我说的就是我家啦 我介绍给你另外一个 就是这段时间非常好用的 就是居家健身的方法 我之后会 也会在影片当中跟大家分享 就是他有一整套的线上课程 他就像我们平常在健身房上 那些body combat啊 body palmer这些 但是他是已经把它录制好的 高质感的影片 然后你可以直接在你的手机上面播放 或者是你要投到你的App TV 大荧幕上面播放 然后你可以跟这老师动作一起来动 然后他们也有出一个就是 像那种健身手环这样子的东西 然后他会增测你的心率跟你的动作 他有一个什么九轴感应的那个东西 看你的动作有没有对啊这样子 你现在是自己在家用吗 我就是不想去健身房的时候 或者是你知道我们人类就是会有很多的惰性 就是今天下雨天好不想出门 或者是今天好累哦 不想出门去运动 因为现在这个时间的确比较不适合去上那种秘密空间 大家一起上课 对啊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替代方案 这个我们之后再跟大家说 这不是我们今天的重点 所以只要你可以抓住对方的一个痛点 或者是他长期无法解决的一些生活上面的困扰的话 对方就会非常认同你所说的话 这点我倒是非常肯定的 因为像如果现在有一种药啊 虽然说它很贵很贵 可是它能够让你治你的头痛 你应该会买吧 你说就是让我一辈子免于偏头痛这件事情吗 对因为你常常 我一定买啊 你常常头痛啊 我一定买啊 就是他如果告诉我说 你每天我只要吃一个 我跟你讲平均下来一天 我只要两块钱就好 我跟你讲虽然我们现在一次过卖啊 一天两块钱其实还蛮便宜的 你要举极端一点 如果他有一年就是医药费要十万块 吃药的费用 但是可以保证你 永远免受于偏头痛的困扰 而且我跟你讲这个药还很厉害 它没有任何的副作用 它是有我们那个什么什么什么认真过的 然后也送去美国那边认真过的 我跟你讲这个药真的非常的好 我跟你讲我旁边那个邻居啊 他不是每之前也是每天偏头痛吗 他生活规律很正常哦 上班也没有什么压力哦 每天睡到饱吃到爽哦 可是他就是有偏头痛的困扰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给他吃了这个药 我跟你讲只要一个礼拜 一个礼拜他吃完之后 从来都没有头痛过 你现在又是业务员上身吗 不是 我是爱神上身 就是他如果真的可以抓住我这个心态的话 我跟你讲我真的会考虑去买 因为这真的困扰我的生活很久啊 而且你不是有这样子的经验吗 我是觉得是因为健康啊 健康真的很重要 尤其你有生过病 或者你有痛过的人 你就会 深切的感觉到那个痛苦 深陷感受到那个健康的重要 对 所以很多那直销啊 有些直销啊或者是一些保健食品 他就抓住人的这个弱点啊 嗯 他就会去贩卖这种东西 像我有亲戚啊 某亲戚 某亲戚 他就有在贩卖直销某药品 那个药品真的是靠北的贵 真的很贵 一罐有可能就是要上万块 一罐哦 一罐可以吃多久 一个月 那刚开始有可能他是说一天两颗 后来他们的那个上级啊 还是他们的 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分啊 上线 对有可能上线啊 就说你要增强那疗效啊 你可以是增加药量 一天有可能四颗或六颗 所以你原本吃一个月的量 有可能变成十天就要吃一罐 一罐 哎十天就一万呢 而且你知道他们主打疗效是什么 说这就是干细胞 说什么 你不管什么细胞坏啊 人体什么构成都是干细胞去组成啊 你不管什么地方坏啊 都是因为细胞坏掉 都是需要靠用干细胞去生成啊 去培养它 哦你知道 听到的火都上来 这就是专门在骗那一些 比较年长者的钱对不对 也未必年长者咯 他们里面也有很多年轻人 可是我觉得他们比较有一个通病是说 他们有可能之前有一些生病 或者有一些疼痛啊 还有一个他们有一个共通点 就是他们会叫很多人来分享 见证哦 对对对对对对 就说什么 哦他谁啊 原本什么有有什么癌症啊 医生看都已经宣告放弃啊 吃这个药以后三个月以后就好了 哦 之类的 要不然就是原本的不能走啊 结果吃了药就能走了 所以他就是给很多已经那种已经很痛了 有可能就像你头痛已经类似对这种症状都绝望的人 一个希望 他们就会花很多钱去买 哦 就抓住这个人性的弱点 对 这种东西也不是短期就能吃出效果 嗯 可是等你发觉有可能真的被骗的时候 你已经你知道投很多钱 可是我相信会有很多的见证 就也一定会有很多的举报吧 应该会有一些新闻有报道 有啊像我看到那个 其实他之前很多名人哦 甚至有名人都被骗啊 他们都有上新闻 嗯 那有分享出来 新闻有报 对 可是 就拿给那个人看啊 对 我就拿给那个亲戚看 他们这时候都不听家人的话 反而都很听那些上线的话 因为上线老师有可能就跟他们瞎掰一些理由啊 说什么 哦那都是人家栽赃啊 啊或者是什么 他们就信了 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他们都会信 我怎么觉得我好像隐约感觉到好像那个 韩国的那个邪教 那个叫什么 新天地教吗 对对对对 那种就是背弃家人啊 什么都不听 只听那种什么教主的话那种 对 因为我自己是不知道他们的心里到底是怎样啊 嗯 这个病痛我还能理解 因为他们有可能真的是长期被那种病痛折磨啊 嗯 所以他们真的看到一点点希望 所以他们是愿意想说用钱的解决事情都是小事相较于健康啊 可是你跟我说的时候是那个情期就是已经知道要跟孩子们拿钱 然后要拿很大一笔钱那孩子已经觉得说他是在被骗 然后跟他尽量的劝说他还是一意孤行 甚至跟孩子闹饭这样子 我觉得那是很多心态的去综合 一方面当然就是为了病痛嘛 另外一种有可能就是他的面子 他已经坚持 因为像之前你说的宗教那个也是一样 嗯 因为他们已经投入很多心力 他们已经没有回投入 就是深信不疑也必须要坚定自己的 对要坚定自己的信仰或坚定自己的坚持 面子有什么好坚持啊 对有时候是面子的问题 我就被打脸很多次啦 是啊 所以你以后应该不会因为这个被骗吗 应该是不会 你说头痛药很厉害这样吗 我应该会去问一下林医师这样子 所以未来请各位爱草们碰到任何的行销 话术也好手段也好 请你一定要忍住再三思 就算是你去买衣服啊什么东西都好 你看到你就是很心动了 但是那价钱可能有一点贵 你就回去好好的想一想 睡个觉起来也许你的想法就不一样了 对 可是如果你睡起来 你还是觉得一直想到那一件衣服 就是心心念念 对 啊转角又遇到他刚好就在打折 我跟你讲就买下去 对要不然你会后悔 我们最后就要结论还是自打脸 我们保留一些就是空间 让大家自己去思考一下 好了我觉得前面那个什么健康 那个比较重要啦 后面衣服那些我们太容易自打脸 我们就 大家就自行的思考 对 自行思考 其实我觉得不管是任何东西啊 无论是健康也好 还是你生活上面的奢侈品 有时候那些奢侈品能够满足人类的一些欲望 也许你辛苦了好一阵子 也许你要犒赏一下自己 我觉得这都是情无可原的事情 但是请务必要三思 就是是不是你自己需要的 或者是你自己想要的 你真的喜欢的 因为有很多像那些衣服啊 你们看到都是model上面穿的很好看 在四夷间的灯光打得非常的好看 但是买回来之后也是另外一回事的 对是离离开那个环境以后其实也没那么好看 对就是我们常常就这样子觉得 回家看以后就觉得 其实好像也还好 就是当家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一股冲头就是我要买就是要买 尤其在那个氛围 你在outlet你就是老子就是大爷就是要花钱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每一次去outlet的时候 都要去两次 因为我们第一次逛完之后 我们通常会稍微犹豫一下 如果我们回去饭店之后啊 我们还是非常一直心心念念那件衣服 或者那双鞋子的话 我们第二次去了之后 我们就会直接下手 没有我觉得我们举着太没有说服力了 我们去两次通常是第一次买 第二次再买更多 等一下我们的节目还是再给大家一些正面的想法 我只是觉得用outlet来举例 我们两个都很没说服力而已 好了不管怎样还是希望 我们今天的节目对大家有些帮助 不管你的生活上面遇到任何一个东西 要做决定的时候 要被人家推销 被人家行销的时候 都想清楚 再三思考 再把自己辛苦赚的钱花下去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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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